最新的消息来看到是马英九总统他在过境洛杉矶的桥宴上 就重大的内政外交议题发表了演讲 特别提及的是欢迎高雄市长陈菊他最近的大陆之行 而马英九总统他也强调 不论是跟美国或是跟中国来打交道 都不会损害台湾的主权跟尊严 来看中天特派记者张国华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的演讲既幽默又充满了感性 一开始就聚焦于第一夫人周美清 这次出国最特殊的就是我能够跟我内人周美清不是同情 这是我从事公职28年来第一次拜他公职 不过回归严肃的话题之后 马英九向大家解释了他的不同不独不武的大陆政策 并强调与大陆签署ECFA符合台湾的根本利益 马英九欢迎高雄市长陈菊最近的大陆之行 他强调他与任何人打交道都没有也不会损及台湾的主权与尊严 马英九总统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 听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和几位在场的美国国会议员的耳中 也是非常的受用 毕竟两岸关系的改善带来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三营 中天新闻张国华综艺庭洛杉矶报道